新泽西热门资讯一早精彩传递 各位观众早上好 现在是美东时间2022年的5月9号上午8点 欢迎走进今天的新泽西头条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新泽西州纽瓦克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66华氏度 降水概率0风速30英里每小时 夜间晴最低气温46华氏度 降水概率0风速21英里每小时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新泽西头条 租房找工作买卖二数商品 就上纽约华人资讯网 进入华人论坛快来试试吧 纽约华人资讯网nychina.com 华人资讯一网打尽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持续气候变化 以及政治分歧等问题加剧的背景下 多间外国投资移民公司 撑过去三年来 美国亿万富翁 科技企业家和名人 都在为他们的家人制定B计划 申请别国公民身份 或居留权者人数激增 数间投资移民公司 接受美国商业内幕访问时称 与十多个国家愿意为外国富豪 提供黄金护照或黄金签证 让他们取得公民身份 或永久居留权 以换取他们的投资 商业内幕7号引述 称福布斯杂志称 最贵的计划 从马尔他的110万美元 到奥地利的950万美元都有 这可不是一般人负担得起的太平门 那些不差钱的富人 则选择用钱解决问题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移民顾问公司 提供数据显示 公司向美国居民服务 从2019年到2020年间 增加327% 到2021年再增加10%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期间 政府实行的封城措施 以及美国时任总统川普 带来的混乱 导致美国富人 不得不为将来打算 总部在美国纽约的 顾问公司的行政总裁 加法里称 他过去三年收到的查询 是过去20年的总和 而这些客户都有一个共同点 对美国社会未来有根深蒂固的恐惧 据称 现有四个因素在推动富豪 基因投资移民 新冠肺炎 气候变化 加密货币及冲突 内文称 申请这些护照和签证的人 以往主要是亚洲地区的富豪 但过去三年来 来自美国的客户大幅增加 据悉 提供黄金护照及黄金签证的国家 主要是加勒比海及欧洲国家 当中最受欢迎 也是最昂贵的选择是塞浦路斯 黑山和马尔他 葡萄牙是近年最受欢迎的地方 据报道 葡萄牙的黄金签证 在美国富人群体中最受欢迎 它的最低投资额只需20万美元多一点 申请者平均每年只需在蒲国 逗留7天便可 签证到期时持有人 可申请成为该国公民 只需等多三年便称是 越来越人士称 葡萄牙将会是下一个加州 将会有大批的精英和富豪前往 美国新泽西州一名女子 因其三个月大的儿子死亡 而面临谋杀指控 官员称 这名女子被控打碎儿子的头骨 并使她全身受伤 据贝尔根县检察官马克·穆萨拉说 5月2号 36岁的孙敏被指控犯有两项谋杀罪 严重攻击罪和危害儿童罪 4月初 孙敏杀死了一名婴儿 根据一份有可能原因的宣誓书 警方在3月29号早上7点30分左右接到报案 称有一个孩子没有呼吸 塞姆拉说 3月29号 医护人员将失去反应的婴儿 送往哈肯萨克大学医学中心 三天后死亡 证刺说 报告显示 婴儿遭受了严重的头部创伤 包括颅骨骨折 脑出血 肋骨 腿和手臂多处骨折 这是孙敏的亲儿子 调查人员发现 据称孙敏曾多次殴打他的儿子 宣誓书还说 一些骨折处于愈合阶段 这是儿童受虐待的迹象 实检显示 婴儿的死因是大面积颅骨骨折 警探的确定 孙敏在孩子遇害前后 一直都在身边陪伴 法庭记录显示 孙敏仍在贝尔根县监狱 等待周五出庭 据恩质新闻报道 5月8号 新泽西州新增2783例新冠确诊病例 死亡1例 目前共有14个县 被列为了中风险地区 截至周日 新泽西州7天平均确诊病例 增加到了2698例 较一周前增长24% 较一个月前增长123% 据悉住院治疗人数报告 通常要治后两周左右 而本月住院治疗人数 一直呈上升趋势 截至周六晚 新泽西州71家医院中 共有600名确诊或疑似病例 在接受治疗 周六一天至少有131人出院 在住院的患者中 68人在重症监护室 28人在使用呼吸机 数据显示 目前新泽西州的病毒传播率为1.14 当传播率大于1时 每个新增确诊病例 至少会再导致新增一例确诊 这也意味着疫情正在扩散 此外 新泽西州还报告了633例疑似病例 这些病例来自医疗机构的快速抗原检测 最新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为8.65% 根据美国CDC的最新指导方针 新泽西州目前有14个县 从低传播率地区升至了中等传播率地区 据悉奥密克戎变种B2过去几周 在新泽西迅速传播 但传播率仍低于去年12月和今年1月 当时奥密克戎大爆发造成了大规模的病例海啸 卫生专家表示 奥密克戎变种B2传播率较高 但一般不会导致更严重的疾病 截至4月16号那周 新增病例中97.2% 系奥密克戎B2毒株感染者 据悉新泽西州自2020年3月4号报告了首例确诊病例以来 截至到目前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共进行了1760多万次PCR检测 累计确诊1970847例 死亡33488例 此外截至目前 新泽西州还报告了318103例抗免原检测阳性病例 因为很多民众使用自检试剂盒 而自我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人员 如果没有向卫生部门报告 检测结果就不会被纳入数据库 这可能导致日增确诊病例数被低估 此外一项新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会对人体大脑产生重大影响 10%到30%的感染者在新冠检测 不再呈阳性后仍有轻微或严重的症状 美东时间5月8号 据New Janser Monitor报道 随着全美油价再次上涨 新泽西州议员提出议案 给每个纳税人提供最高800美元的汽油退税 以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 这项议案由民主党议员 拉吉木克吉提出 预计将为以个人名义登记的非商用车的车主 提供400美元至800美元的退税 具体金额取决于车主在特定纳税年度 在新州西居住的时间 此外这项议案也将使公共交通乘客 在今年6月到8月免费乘车 据悉预计将投入16.5亿美元 用于此次退税和支付票物免费期间的部分费用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 5月6号 新泽西州的汽油平均价格为美加仑4.38美元 略高于全美平均价格 而一年前 新泽西州的汽油平均价格仅为2.98美元 穆克吉说 他的提案基于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提出的90亿美元计划 据悉 加州为减轻油价上涨给民众带来的经济压力 提出设立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票免费期 并给每个纳税人补贴400美元至800美元的退税 具体金额根据申报人申报的汽车数量而定 上限为两辆 新泽西州州长菲尔莫菲的发言人拒绝对穆克吉的提案置评 但莫菲在3月份表示 多尔的提案值得讨论 穆克吉说 他还没有就这项提案与州长办公室协商 但他希望能得到积极的回应 此外 穆克吉表示 也没有与两院的民主党领导人具体商讨这项提案 虽然他们不完全支持 但也没有排除这个可能性 美东时间5月8号 据ABC7NY报道 近日 新泽西州一女子因两次谋杀女友 并在杀害后藏尸 被判处95年监禁 5月6号 蒙茅斯县高级法院法官大卫鲍曼 在宣判时表示 犯罪嫌疑人詹尼福斯维尼 长达4个月的谋杀计划 手段极其残忍 动机极其卑劣 情节极其恶劣 社会影响极坏 举悉2015年被害人 泰瑞塔朱利耶斯 在感恩节前两天遭到枪击 伤势严重 她在住院治疗39天后 腿和胳膊仍饱受疼痛折磨 但好在幸存下来了 4个月后 朱利耶斯再次遭遇事故失踪 她的母亲向警方报了案 2016年8月 她的尸体被发现埋在 朗布兰奇一户人家的院子里 经调查 这所房子的住户是安德烈哈里斯 她就是2015年 朱利耶斯枪击案的枪手 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指证了斯维尼 据她所说 斯维尼曾威胁她 如果不杀了朱利耶斯 就杀了她的孩子 而当时她并不认识朱利耶斯 她也称 斯维尼之所以想加害朱利耶斯 是出于嫉妒 她怀疑朱利耶斯出轨了 据法官爆满说 被害人在枪击事件中活下来后 斯维尼还一直扮演保护者的角色 尝试修复他们的关系 但几个月后 斯维尼利用朱利耶斯重担后 虚弱的身体状况 在2016年3月8号 用一根电线勒死了她 杀害她后 威尼斯谎称 最后一次见到朱利耶斯是在车站 然后还假惺惺的和朱利耶斯的家属 一起寻找她 9月 斯维尼被判犯有谋杀罪 谋杀未遂罪 非法持有武器罪 篡改证据罪 以及亵渎人体遗害罪 萌茅斯县检察官6号表示 她因谋杀案被判75年的无期徒刑 因枪奸案被判20年的有期徒刑 此外 她必须执行刑期的85%以上 据报道 斯维尼的辩护律师罗宾·洛德表示 她的当事人非常爱被害人 并且坚称她是无辜的 她想为斯维尼争取30年以内的刑期 但失败了 而在周五的另一场听证会上 哈里斯因谋杀未遂 被判出16年有期徒刑 她向被害人的家属和朋友道了歉 在法庭上被害人的母亲科恩·朱利耶斯 哭着说 自己的女儿以噩梦般的方式 离开了这个世界 她的身影仍在自己的脑海里徘徊 美东时间5月8号 GNJ新闻报道 5月8号 新泽西州肯顿发生了一场三级火灾 至少9个家庭因此流离失所 肯顿消防局发言人称 中午凌晨5点左右 肯顿的一栋租赁公寓楼 Murden Police Apartment起火 这栋大楼位于 莫特尔大道4000号街区 楼内共有80套公寓 发言人称 消防队员赶到时 大楼屋顶火势凶猛 浓烟滚滚 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郊位 消防部门表示 火灾是从16单元开始的 经消防队员紧急救援 大约一小时后 火灾得到了控制 新泽西红十字会在网上发布消息称 24人在此次火灾事故中流离失所 红十字会正在为他们提供紧急援助 包括临时住所食物和衣物 幸运的是 这场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 目前消防局尚不清楚起火原因 正在进行调查 外出就餐 哪家餐厅最好吃 律师 会计师 找谁最靠谱 装修搬家 找谁最安心 到纽约华人资讯网 商家点评 海量本地商家 真实点评 您的纽约生活指南 纽约华人资讯网 商家的点评 以您的信赖 想要获得更多新泽西资讯 了解本地社区大小事 欢迎扫描二维码 关注华人资讯网APP 吃喝玩乐 时时新闻 民生热点 一手掌握 明天上午8点 关注纽约焦点频道 新泽西头条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